外在情勢或許是對我們黨有利 所以會造成我們在這次提名上面 有相對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有上次的換柱的經驗 那我相信大家都不願意再看到那個 換柱2.0版又出現 所以有出現一種講法 就是說只要在提名前 不管你是透過初選 還是最後用徵招 提出一個最能勝選的人 大家同意就是他 那就是他 只要在提名前 不要提名後又換了 提名後又換了就犯了 人選進了全代會不能再出來 就不要再開一次全代會來換人選 這個是最傷最傷的 那當然提名的制度 你說要百分之百完美 蠻困難的 尤其是有眾多人 要爭取的情況底下怎麼辦 然後又出現一個他剛選完 市長然後現在人氣這麼高 這個複雜度就更加有困難 所以我也蠻能體會 吳杜英現在的心情 可是作為一個黨員 還有作為我們這次要選立委的人 我們當然希望說 到時候一起掛的這個人 是聲勢最高的 最強的母親 所以你要這個看板 請黨中央徵招韓國瑜 我必須把這個 現在很多人是講韓國瑜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要徵招最強的人 那你不同意現在最強的人是韓國瑜嗎 現在最強的是他 但是幾個月後坦白講我們不知道 你覺得幾個月之後這個會改變 台灣的政治變化案前沒有人敢打爆票 可是現在的狀況還有趨勢 是告訴我們沒有錯 韓國瑜未來幾個月 他應該都還是還會是最強